在黑暗中,我感到很安全,不会受到打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一段感情跟我的前男友,从那一段感情过后,就是每一天,我的心里受到很大的打击。 这六个月里面,每一天我都会有转发。每一天我都感到很疲惫,很悲惧,很希望。 对于生命,就是没有意义了啦。解释我的生命就算了。 其实我还是能去三邦,只是我在做公司,在家里时是两个不同样的人。 放工过后,我回到家,躲在房间,不出来了。 这是一个危险的地方,让我去外出。 因为我经常被困难,我已经是一个恐慌,一个疲惫,让我再次见到人。 那就是什么阻止我从外出。 其实我在这六个月,之前我说的,我是每天都会消防的。 我觉得,我会消防我疲惫。 就是我把我脱了,让我脱离之处。 如果痛的话,我是不会感觉痛啦。因为我已经,心里已经很痛啦。 所以这什么呢? 对我来说 从小到大我就不懂得什么是快乐 小时候的那个 伤症是来自家庭的 到了二十多岁的时候 我第一个 就是虐待啦 全部就一起爆发出来 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 我有一种看法就是说男生会伤害我 如果是跟男生的话我就会有一点太怕 我会很不自在 他只会有什么爱 我会有任何人才能够复杂 自己会有任何人才能够复杂 我就选择跟我的教会小组的组长讲 直到我15岁的时候 我就已经认识她了 我是觉得除了没有必要 我谁都不想分享了我的故事 每分享一次 你都会痛一次 我不敢大面跟她分享我的问题 所以我就会开始 坦白说 是很压力 我意思是 压力好大 可是 我那个时候是有决定 取消这些压力 可是当她发简讯 我就说真的不想活了 我就回答她的文章 就是跟她说 你还有家人 你还有关心你的人 你一定要想到这些 不要做傻事 很多时候我不知道我可以做什么 可是发觉 就是有时候默默坐在她的旁边 就够了 在守着她这样的感觉 从小到大都没有人会这样对我 她就是有给我这一个安全感 而且她真的得到我的信任 所以我第一次 踏进去 医护士的那个 房间的时候 我感到很厉害 因为 我需要再重新的 重新的 重新的 因此 疲惫 我感到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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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到有症状和抗士 我感到很容易 我感到很容易 你需要的精神 当作第一个帮助倾听的人 然后来给她一些建议 可以给她说有一些社区的资源 带她一起去看医生 早点治疗的话 其实结果会比较好 那也可以提升生活上的品质 我买了你的最爱的 TOM YAM SU 我买了 其实我前三年还刚刚走出这个阴影 因为我所得到的支持 我所得到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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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整个节目 因此我现在可以来 分享我的故事 也没有感到痛苦 帮助她的最大的支持 就是她自己没有放弃自己 所以我也很感激她 让我见识这个旅程 一个不放弃的旅程 对我现在的幸福 对我现在的幸福 我可以在所有的 和任何的 都可以在所有的 如果有一天 我看到我小时候的自己 我会跟她说 任何事 都会有缘 都没关系 我们就在所有的